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强其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 更表示当天再次在野门的附近水域 用导弹击中了一艘美国散装货船 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发表声明表示 萨纳时间17号晚间11时59分左右 美军在野门摧毁14枚湖赛武装导弹 声明说这些导弹对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 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并且随时可能发射 促使美军行使自卫权 另外18号凌晨美英对胡赛武装控制的 多省发动联合空袭 这是不到一周内美英对胡赛武装 发动的第四轮袭击 美国拜登政府还在17号宣布 将胡赛武装重新列入 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 对此胡赛武装新闻官员回应称 美方已不止一次将胡赛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此举是为劝阻也门放弃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 实属勒索 但不会动摇胡赛武装继续阻止所有以色列船只 或前往以色列的船只穿过红海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 17号在沙特首都利亚德 同美国驻也门大使会面 讨论红海局势 也门政府当天发表声明 欢迎美国认定胡赛武装为恐怖组织 并敦促胡赛武装停止恐怖主义行径 放弃暴力 接受联合国提出的和平建议 另一方面 胡赛武装在17号表示 当天发射了多枚反舰导弹 对美国散装货船金科皮卡D号 进行精准直接的打击 胡赛武装表示 这是为了回应美英对也门的侵略 并声援巴勒斯坦 胡赛重申将毫不犹豫地 瞄准红海和阿拉伯海的所有威胁 以捍卫也门 支持受压迫的巴勒斯坦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 以及英国海事安全公司证实 收到也门亚丁湾附近 发生袭击事件的报告 英方指出 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散装货船 在亚丁湾东南方大约60海里处遇袭 船的左舰被无人机击中一度起火 英方随后又通报 船只与船员都安全 已前往下一个停靠港口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鸿海危机持续 也将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 有西班牙的物流专业人士表示 亚欧之间的航运成本 涨幅超过10% 而每艘的货轮单向单程的 海运成本可以增长上亿美元 针对当前的鸿海航道危机 有西班牙物流专业人士表示 从亚洲至欧洲的货运航线 因绕行需增加6天至14天的航程 对国际贸易商来说 航运成本的涨幅超过10% ¿Cómo sería el impacto que causa la crisis del Mar Rojo al sector de logística en España y también para el sector en general del mundo? Es un impacto muy fuerte porque por el Mar Rojo pasa entre el 10 al 12% del tráfico mundial de mercancía proveniente de Asia hacia Europa y parte del norte del África el no poder pasar por el Mar Rojo incrementa el tránsito el transporte de la mercancía entre 6 a 14 días más de lo que normalmente tiene que ser los barcos cuestan dinero diariamente el consumo que tienen es grande depende del destino el costo es mayor o es menor pero la globalidad promedio para toda Europa significaría incrementar los costos en más del 10% sobre el valor actual 塞加拉表示 基于他从事物流行业 超过50年的经验 虽然历史上 在鸿海不止一次 发生过航道危机 但当前的鸿海危机 很可能会导致一艘 有2万个集装箱 装载能力的现代货轮 因被迫改道 而增加上亿美元的 单项单次运输成本 Si un contenedor lleva mercancía por ejemplo de aproximadamente 60 mil dólares americanos el 10% de ese valor de los 60 mil pasa a ser 66 mil Un barco de hoy en día moderno lleva fácilmente 20 mil contenedores 20 mil contenedores multiplicado por 5 o 6 mil dólares por contenedor por viaje mucho dinero 凤凰卫视 陈盈 西班牙 马德里 报道 以哈 冲突荡言 外裔的效应 也在持续的扩散 那么伊朗呢 连续对伊拉克 叙利亚 巴基斯坦 发动导弹袭击 在美国驻伊拉克 领事馆的附近 尿成了多起的爆炸事件 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 17号就回应说 对事态的扩散 深感担忧 也呼吁采取 最强力克制措施 要防止局势 进一步升级 发言人表示 伊朗连续多日 对伊拉克 叙利亚 巴基斯坦 发动导弹袭击 并在美国驻伊拉克 领事馆附近 酿成多起爆炸 这是以哈冲突 持续扩散的表现 秘书长对此深感担忧 他呼吁各方采取克制 避免局势 进一步升温 同日美国宣布将把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列入到恐怖组织名单 将对胡塞武装进行严厉制裁 切断胡塞武装吸扰红海船只所用的资金和武器 这项制裁将在30天之内生效 联合国17日回应表示 这是美国单方面发起的一项制裁措施 与联合国没有关联 不过联合国认为 任何单边制裁都会影响到平民扶持 也门是一个高度依赖商品进口和人道主义援助的国家 美国的制裁将会对也门人产生印象 与联合国的制裁 并接受联合国做出的和平提议 不过胡塞武装的发言人则回应表示 称美国的决定完全出于政治目的 对于胡塞武装不会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只会加强胡塞武装要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决心 凤红卫视陈寅间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我们来看一则最新消息 巴基斯坦对伊朗境内的恐怖分子营地 发动了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 而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召开之际 中东的紧张局势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17号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 在发言当中就呼吁 要立即在加沙实现停火 并且召开国际和平会议 而针对伊朗今日袭击伊拉克埃尔比勒 英国外交大臣在与伊朗外长会见时 表示了谴责 同一天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伊拉克总理苏达尼举行了会见 当天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在达沃斯 与伊朗外交部长阿布都拉西洋举行会见 英国外交联邦事务及发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卡梅伦谴责了伊朗15号对伊拉克 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发动的袭击 卡梅伦还表示 胡塞武装对红海航运的袭击是非法和不可接受的 并称伊朗必须利用其影响力阻止胡塞武装在红海发动袭击 针对袭击埃尔比勒一事 伊朗外交部长阿布都拉西洋17号表示 伊朗的袭击与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有关 他还表示 伊朗方面已经与伊拉克分享了有关摩萨德活动信息的情报 并称伊朗获得的情报准确无误 伊朗尊重伊拉克的主权 伊朗15号晚对伊拉克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发射导弹 造成至少4人死亡 伊拉克方面对此表示强烈谴责 并召回了驻德黑兰大使 另一方面 法国总统马克龙17号 分别与伊拉克总理苏达尼 及伊拉克跨德自治区政府总理巴尔扎尼举行了会见 马克龙表示致力于 与友好国家的双边安全和军事合作 此外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警告说 自二战结束以来 为世界带来繁荣的国际秩序 震受到乌克兰叙利亚和加沙等地战争的威胁 谈到巴尼冲突时 桑切斯在此呼吁立即停火 并召开国际和平会议 他表示这关系到全球供应链安全 关系到整个中东地区的贸易繁荣稳定 以及多边秩序的连续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要关心女性权益 因为为女性负权 一直是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在难民营工作的重点 在难民营当中 女性的权益更难得到保障 所以我们看到在约旦的巴卡阿难民营中 难民女性也在用各种的方式 为自己和家庭谋求更多福利 在各种资源和空间都有限的难民营中 巴勒斯坦难民的生活是艰辛的 而作为女性面对传统礼教和社会文化的压力 所享受的自由更少 同时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可能性则更高 大多数女性按照穆斯林社会的传统 是不外出工作的 但难民营中的女性也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挣钱养家 并在家庭之外实现自己的价值 塔玛姆亚佐里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被迫逃离巴勒斯坦并来到约旦时只有七岁 如今在巴卡阿难民营 已经生活了有五十多年了 经过不同的尝试之后 她开始用自己刺绣的手艺赚钱 并帮助其他女性也通过这个方式补贴家用 尽管有国际和地方组织的帮助 但难民营女性的创业常识 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风凰威士孙谦 月档安曼报道 欢迎回来 朝中社18号报道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 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俄罗斯总统普京等一些国家级政党领导人和人士 致以祝贺新年问候并发去新年贺卡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18号在结束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24年年会 并对瑞士爱尔兰进行正式访问之后 搭乘包机回到北京 李强17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国宾馆 同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举行会谈 当地时间1月17号上午 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在位于首都都柏林的法伍尼斯庄园 为到访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李强在抵达后首先检阅了爱尔兰仪仗队 在双方的会谈中李强表示 中爱建交45年来双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特别是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和西金斯总统战略引领下 中爱护会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深化 各领域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爱方一道 发扬传统友好 助劳政治互信 深化互利合作 更充分共享发展机遇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李强指出 中方愿同爱方坚持互尊互信 努力求同存益 求同化益 加深相互理解 在重大问题上相互支持 李强还表示 为便利两国人员往来 中方将给予爱尔兰单方面免签待遇 希望爱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开放 公正 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中方愿同爱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的协调合作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希望爱尔兰为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发挥更大作用 凤凰卫视 金亮莫野 爱尔兰首都 都布林报导 科德迪瓦总统瓦塔拉 17号在阿比让会见到访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瓦塔拉在会见中说 中国已成为科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 感谢中方为科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改善提供支持 科方将继续把对华关系放在优先位置 期待学习借鉴中国成功经验 拓展各领域合作 推动中非合作论坛成果更多在科落地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瓦塔拉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科方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王毅表示 中方高度赞赏 科方支持中方维护国家统一 领土完整 也将继续在涉及科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仗义直言 远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推动中科护理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中国同科特迪瓦我们是真诚友好的战略伙伴 我们非常感谢科特迪瓦在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上 比如说在涉及到中国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台问题上 坚定地同中方站在一起 我们也会在那么涉及到科特迪瓦的国家的重大的利益 和核心的关切问题上那么坚定地支持科特迪瓦 王毅还表示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多年来 为非洲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 也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了中非贡献 中国愿同非洲各国一道 探索既符合各国国情 保持自身独立性 又能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有效路径 携手迈向现代化 访科期间 王毅还同科特迪瓦外长阿多姆会谈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驻美国使馆16号在华盛顿举行中美建交45周年招待会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发表致辞 中美各界来宾们也发表祝福 表达对两国友好关系的祝贺和支持 中国驻美使馆周二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纪念中美建交45周年 继新春招待会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出席并发表致辞 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亲康达 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 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等700多名中美各界人士出席活动 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 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 分别在致辞中回顾了两国建交历程 向45年前两国历任领导人致以敬意 并强调了中美关系对于两国和世界的重要意义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在采访中强调 中美两国未来合作的重要性 凤凰卫视王岐 姚依伟 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谈及中美关系和台海问题 布林肯强调中美之间抛弃分歧 还有更多可以合作的领域 又指世界经济需要台海维持和平稳定 如果台海动荡将会影响全球贸易 布林肯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与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费里德曼对谈时表示 中美两国间虽然存在分歧 但也有着更多可以合作的地方 他又指预计新一年里两国领导人会有更多接触 在谈到台湾问题上时 布林肯就表示 鉴于台湾海峡对全球贸易的重要性 台海贸易流通如果受到干扰将会影响全球 而世界经济刚从新冠疫情中复苏 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情况 他强调世界各国的根本利益是确保台海维持和平稳定 让两岸分歧和平解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农荣 17号在上海 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 共同主持召开中非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八次会议 双方就南海形势和各自关切的涉海问题 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双方一致认为要不折不扣落实两国元首就涉海问题达成的重要共识 强调南海的和平稳定符合中非共同利益 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目标 双方重申南海争议不是双边关系的全部 认为保持沟通对话对维护海上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双方同意进一步完善涉海沟通机制 继续通过友好协商妥善管控涉海矛盾分歧 处理好海上紧急事态 特别是管控好仁爱交现地局势 不断推进海上务实合作 为中非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中方海旧涉台问题向非方提出严正交涉 要求非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立即停止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言行 非方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将继续予以切实落实 缝合一事综合报道 有给您财经消息 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走出了分化行情 日本 韩国和台湾股市最新都上升大约0.5% 内地互生两市震荡下行 但是创业板指无前靠稳 图表显示互指失手2800点整数关口 中午市战报2788点下跌了44点 跌幅1.59% 半日成交来到2352亿元人民币 深层指中午战报8680点下跌79点 跌幅0.91% 半日成交27777亿元人民币 而向上股市方面 恒生指数是高开24点 随后走出了震荡上好的行情 恒指中午战报15374点上升97点 升幅0.64% 半日成交565亿港元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 要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 实施好已出台的稳外贸政策 根据形势变化提前研究储备 适时推动出台新政策 发挥政策组合权的最大效用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在接受人民日报访问时表示 虽然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 不容忽视 但有了一条件强于不利因素 预计2023年 中国仍将保持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并认为中国有能力 有底气 有信心 在更高水平上 推动贸易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 王文涛提到 当前周边国家以各项员会政策 吸引企业投资 发达经济体业积极吸引产业回流 跨国公司推进中国加一 中国加N的布局 这些都给外贸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中国要维护贸易安全 这堂对外沟通磋商 用好中美商务部沟通交流指示 和中欧中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等平台 争取扩大合作面 缩矿分析点等 在国际智能方面 王文涛认为 中国竞争优势 逐步从要求成本优势 向盈生环境 自主创新 产业配套等综合优势转变 他提出 要促进跨境电商 健康 持续 创新发展 拓展多元进口渠道 扩大优质消费品 先进技术 重要设备 关键零部件进口 增加能源资源产品 和国内紧缺农产品进口 加大出口新闻保险 和出口现代支持等等 同时促进文化 中医药和专业服务等特色服务出口 并明确数字贸易发展框架等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要提供给您这消息 是英国金融时报 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 中美财政部官员会在18号 在北京举行工作组会议 报道指出 双方将讨论金融恐怖主义 以及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政策的看法等问题 另外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主管 安德利亚加基也将访问香港 同金融机构举行会谈 并且在之后加入美国代表团 或许帮你报道 接下来看内地在去年 国内生产总值GDP 按年增长5.2% 完成并超越了 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 有多家的投资机构认为 中国经济稳定增长 内地去年国内生产总值 按年增长5.2% 完成并超越了 政府工作报告的目标 投资银行高盛发表研究报告 只综合12月份的 经济活动数据 以及新年假期旅游收入 和1月初的高频数据 显示中国经济在最近几个月 基本稳定连续增长 富瑞集团的报告也指出 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支持 包括对房地产行业的支持 正在提振市场情绪 并推动上调对GDP增长的预期 摩根资产管理的最新评论则指出 虽然中国经济复苏仍然面临挑战 但最近的数据显示 增长环境略有改善 可能有助于稳定投资者的情绪 当强而有力的刺激措施出现时 会为中国股市注入上升动力 投资者需要保持耐心 凯特宏观也预期 宽数政策短期内可以提振经济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 指在全球贸易收缩下 中国出口仍然出现较长的任性 并认为在外部环境复杂 援军之下 计则传播出口实现突围 又指民营企业发挥了 外贸主力均的作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2023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超过47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7.2% 有外资机构就分析 2024年消费有望继续实现 6%左右的高增长 中国官方数据显示 消费成为2023年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在全年5.2%的GDP增速中 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4.3个百分点 贡献率达到82.5% 展望2024年 有外资机构认为 消费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消费的全年增长可能是在5%到6%左右 是比我们全年对GDP的预测 是要好一些的 那么从整个今年消费 对经济的一个驱动力来讲的话 瑞银是认为消费 还是今年整体经济当中 最大的一个亮点 瑞银认为 疫情期间 逼选消费品有稳定增长 但以服装 家电 旅游为主的可选消费品表现低迷 因此2024年 政策应聚焦刺激可选消费增长 包括市场寄予厚望的 这个消费券 以及如果这个地产的政策 有相应的这样一个刺激的一个措施的话 那么对可选类的消费 应该会有一个刺激的一个作用 他们就是在可选的这些科目当中的话 我们认为体验类型的 比如说像旅游 我们认为今年还是会一个逐步复苏的这样的一个迹象 瑞银分析指出 在2022年底 中国消费者累积了将近4万亿元的超额储蓄 如果政策能推动部分超额储蓄释放 将更加有利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再来看出席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与多名来自中东 中亚等国家及地区的官员会面 陈茂波也对我们的记者说 国际投资市场仍然青睐香港 陈茂波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召开期间 出席多场主题会议讨论 同全球与会者互动交流 我最近来到达沃斯 跟中东那边的朋友商界 政界在开会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对中国 对香港非常有兴趣 但是他们了解不很多 所以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邀请他们过来看 同时间我也建议他们 其实他的公司可以同时在中东 在香港上市 同时间能吸纳国际的跟内地的资金 他们听了以后都觉得挺有兴趣 陈茂波说 进入新的一年 香港也会利用资深优势 紧密与全球各国及地区的合作 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 所以减慢未来 香港的经济发展 我觉得两个主要的引擎 这是金融服务 创新科技 金融科技里边 我这边都谈到 是这个数字资产这块 把它放在一个框件里边 好好的监管 让它可以负责任 期许的发展 那这个是金融服务 在创新科技方面呢 我们选了几个重点范畴 人工智能大数据 这个医疗科技 这个金融科技 跟新材料 新能源 这几个呢 很有发展空间 尤其是我们最近看见 在医疗科技方面 跟达湾区 跟深圳合作 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 汇聚医疗产业的一个载体 凤凰卫视 曹杰 李默克 达沃斯报道 在多重利好政策之下 中泰两国深化对接 共建一带一路 和东部经济走廊等发展战略 其中越高大湾区 和东部经济走廊的持续合作 产生不少的给予 泰国中华总商会 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 泰国认可中国制造 目前制造业和新能源等 是中泰经贸的关键领域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和推进东部经济走廊 是中泰两国关注的重点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李贵雄 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 东盟国家 尤其是泰国 十分关注重视与越港澳大湾区合作 泰国新的政府有新的政策 这个游会政策 对越港澳大湾区是一个重大的机翼 特别是泰国这几年来 跟越港澳大湾区合作很大 因为广东 香港 这越港澳大湾区的企业 特别是工厂 制造 几乎现在跟泰国的 在合作是最密切了 李贵雄告诉我们 中泰两国领导人的接触 有力推动双方经贸等各领域合作 也为大湾区内的工业企业创造机遇 香港特区政府先后多次组团访问泰国 李贵雄之言 效果很好 他认为这有助吸引泰国企业 投资香港 提振东盟国家对香港的信心 形容香港和澳门 是中国对外最重要的窗口 凤凰卫视 张又仁 钟志荣 泰国曼谷报道 在关心台湾大选过后 国民党提出了口头检讨报告 将败选归咎于蓝白整合破局 民进党动用政府机器来操作选举 以及南台湾大输70万票等三大因素 但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败选的关键 还是在于候选人本身魅力不足 另外国民党没有办法吸引到 年轻选民也是败选原因之一 国民党立平重返执政落空 组织发展委员会在中场会上提出口头检讨报告 将败选原因归为蓝白整合破局 民进党动用政府机器操作选举 以及南部大输70万票等三大因素 但学者认为候选人个人条件不足 还是主要关键 主要的原因我觉得除了刚才那三个之外 还是候选人本身的魅力不够 因为你候选人如果是一个出雷八脆的 而且就是有格局 然后口条好 让台湾人产生愿景的 我想那样的话可能选票就不一样 假设我们自己推出的候选人 就在这些条件方面是有欠缺 那再好的化妆师都很难把它化妆好 另外国民党缺乏青年组织 无法吸引到年轻选民 也是败选的重要原因 年轻人 第一个你要有组织的训练他 你原来的国民党的青年部 在做什么事啊现在 永远政党都是需要年轻人 而且也需要他们来接棒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在年轻人这一块 恐怕要拨出更多的这个精力去经营他 学者分析国民党花太多时间 与民众党谈整合 但双方属性路线截然不同 两个一直的政党难以整合 国民党接下来不该执着 与民众党合作 应该反求诸己 想方设法从根本上壮大自己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财士从本周五开始 会在各地举办选后的感恩茶会 首战就从新北市开始 在请听完在地声音 汇集多方支持者的意见之后 会再向中场会提出完整的败选报告 凤凰卫视彭时廷 金敏怀台北报道 在台湾近日网上流传 民众党入侵高中校园 向学生发放类似党政的小草识别证 被质疑是要招收年轻人 来充实民众党的政治能量 对此党主席柯文哲就表示 发证的单位是由侧翼团体反串的 企图陷害民众党 民众党在2024大选中落败 党主席柯文哲声称 四年后将再度挑战大会 网路上随即传出 民众党向高中学生发放 类似党政的小草识别证 据称 佼佼500元台币 就能换得一张识别证 引发家长质疑 政党入侵校园 那个是一个侧翼团体还是什么 反正不是我 跟我们有关吧 我不晓得 网路事件真真假假 常常有很多是要反串 要害我们的 一般认为 支持柯文哲的群众 以年轻人为主要族群 助长柯文哲在网路的声量 对于大选落败 柯文哲自认 是年轻人的投票率不高 对于未来选举 他提出看法 不在习投票应该要发展 因为想想看 每次选举到的台铁高铁 就要爆满 这实在是 大家批一奔命 还有一点 这等于在制造投票的成本 其实用手机投票应该很容易 所以我是觉得说 我们目前我们的投票方法 在全世界的标准来看 柯文哲的粉丝大多以小草自居 这批年轻人的黏着度高 柯文哲掌握优势 希望挖掘更多的年轻人 并强化网路空战 充实他的政治能量 凤凰温士兰静土科志强 台北报道 再看航太消息 天舟7号货运飞船 在17号的晚间10点半左右 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并且进入预定轨道 之后飞船太阳能翻版 顺利展开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大约三个小时之后 与空间站组合体 完成自主快速交汇对接 18号凌晨1点46分 天舟7号货运飞船 成功对接于空间站 天河核心舱后巷端口 此次对接是空间站建设以来 首次采用三小时 自主快速交汇对接方案 相比以往的6.5小时对接 用时大幅缩短 而相比于以往最快的2小时对接 燃料消耗更少 技术风险更小 因此整体来看 三小时对接方案 综合效益更高 交汇对接完成后 天舟7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 后续 神舟17号航天乘组 将进入天舟7号货运飞船 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 三 二 一 点火 天舟7号货运飞船是在17号晚上10点27分 由长征7号摇巴运载火箭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 约10分钟后 船舰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 之后飞船太阳能翻板顺利展开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天舟7号货运飞船 已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太阳翻板展开 飞船工况均正常 现在我宣布 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天舟7号货运飞船 装载了航天员载轨助流消耗品 推进剂 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总重量超过5.6吨 当中包括90公斤水果 并为神舟17号航天员乘组 送去龙年春节的年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欢迎学家 我们来看到 摄罗斯核电总公司17号表示 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 日前进入扎波罗热核电厂 6号机组反应堆大厅 并确认这个反应堆处于冷停堆模式 来看记者发自 扎波罗热核电厂的现场报道 这是本台记者 即2023年9月份以后 第十次到访 位于扎波罗热核 恩格达尔市的扎波罗热核电厂 离恩格达尔市最近的瓦西里耶夫卡市 位于其东翼 乌军当时集中了9个多旅团 并向前进行推进 战线也一度抵近了新普罗科波夫卡 按照当时乌军的战役企图 在一周内将散电竞技到90公里外的梅里托布尔市 但是乌军只向前推进了约十多公里 那么这里就是扎波罗热的核电厂 记者的身后 扎波罗热核电厂 一共有六个核反应堆 记者的处于后面这个反应堆 就是第五反应堆 在这个区域应该去军事化 同时保证这些地区 双边特别是两军的这种 在这个区域的停止射击 今年的1月15号 原子能机构常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专家组 进入到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的反应堆的大厅 确认反应堆处于冷堆的模式 即停止工作 去年的9月份 本台记者当时在专访核电站时 从官方公布的电站状态的数据 扎波罗热核电站当时将5号机组 从热停堆模式转为了冷停堆 当时4号机组仍然保持着热停堆的模式 2022年9月1号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 首次访问了扎波罗热的核电厂 截止今日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组们 一直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工作 凤凰卫视卢宇光 伊万 阿拉曼 沙维 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周二 在爱奥瓦州共和党党内初选大胜 他当天同时现身纽约的法院 接受涉嫌诽谤的审讯 而特朗普次日向媒体控诉 法官卡普兰有着政治偏见 指这是一场受到政治操控的审判 从16号开始 连续两天的审判让这位美国前总统烦躁不已 据纽约时报17号报道 出庭第二天 在原告美国作家卡罗尔陈词期间 特朗普摇头 大口叹气 并不时念念有词 嘟囔着骗局 政治迫害等词语 法官警告特朗普影响审判 可能被驱逐出庭 而特朗普则举手称正合我意 当天结束出庭后 特朗普向媒体控诉这次审判受政治操控 而自己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据悉 特朗普17号马不停蹄 赶往新汉布什二州 开始大选造势活动 准备1月23号第二场共和党党内初选 他在当晚的竞选集会上 向支持者呼吁要团结 指自己成功当选总统 这个国家就会团结 特朗普在埃奥瓦州大获全胜 肇事期重新回到美国政治热点的中心 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 17号呼吁民主党人成熟点 不要妖魔化特朗普及其支持者 另一边 埃奥瓦州初选排名第二的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也在新汉布什二州造势拉票 根据明条显示 在新汉布什二州 南卡罗莱纳州前州长黑利 和特朗普的支持度 远甩德桑蒂斯20到30个百分点 有分析认为 德桑蒂斯难以维持党内第二名 德桑蒂斯竞选团队17号透露 称已经在准备第三场 南卡罗莱纳州的党内初选 并放狠话说 要赢过南卡罗莱纳州前州长黑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关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 因为他的专机出现重大故障 没有办法如期从达沃斯飞回美国 根据报告 布林肯当天乘坐直升机 从达沃斯抵达苏利市 准备搭乘专机返回华盛顿 但在他登机后 被告知他们的波音737专机 由于氧气泄漏 没有办法被修复 被认为不能安全飞行 有一架较小的飞机 将从布鲁塞尔 跳往苏利市 将布林肯送回美国 而他的代表团 其他成员 也不得不去坐商业航班 欧洲中部及北部 17号收到大雪及冻雨的夹袭 导致德国 挪威 比利时等国家 都出现了大雪天气 部分地区的交通 因为降雪受阻 严重地影响了机场的航班升降 在德国最大机场 法兰克福机场 受大雪急冻雨影响 超过500班航班被取消 有250班 往来慕尼黑的航班取消 法兰克福机场管理公司 发言人表示 由于持续地降雨 飞机无法出兵 17号中午起 航班无法在机场起飞 在西部的萨尔布驴肯机场 要关闭一天 杜塞尔多夫和科隆波恩机场的航班 也出现了延误和取消 德国铁路公司则取消 多条长途路线的列车服务 其中城际特快车 也因极端天气 车速被限制至每小时200公里 多间学校及幼儿园停课一天 有公司建议员工居家工作 在法国的加莱海峡省 圣洛朗布朗日 强降雪天气导致往来阿拉斯 与里尔的高速公路 有卡车熄火堵住路面 令公路排满长长车龙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17号迎来降雪 民众冒雪出行 欧盟总部外的旗帜 在风雪中飘扬 降雪天气令汽车 无法顺畅行驶 驾驶需放缓车速 马路上大排长龙 小孩在街上打雪仗 在大厦布隆广场 游客用相机 留下降雪的美景 有宠物主人 也把握降雪天气 带同宠物狗 到50周年纪念公园 玩个痛快 比利时皇家气象研究所表示 夜间气温预计将保持在冰点以下 震雪预计将持续到18号早上 北欧国家挪威首都奥斯陆 17号出现强降雪天气 严重影响交通 奥斯陆机场 因降雪天气 曾一度停运 虽然机场气候恢复运作 但大批游客 因航班取消而滞留机场 除奥斯陆外 挪威东部大部分地区的 列车服务也因恶劣天气而被迫停驶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五件专列 去锁定我们各节新闻了